他们家后代挺好的 他们曾经去帮他所谓的时候 不只是孙院长 他的孩子们出来 都是非常恭敬的对这些警官 谢谢你们 非常客气 那有一些官员的孩子 出来的时候就口气非常不好 你慢吞吞的赶快啦 对人不恭敬 对这些下属们不友善 这个家道就要拜了 而且这个怨气就慢慢在他们家就凝聚起来 好运怎么会到他们家里来 所以柯伯成家礼物久享 对人柯伯这个家道是会拜的 这很多长辈都提到 他们以前的上师 确实都能体恤到下属 他就举个例子 说比方他的长官到了六七点 那是已经下班了 他一定会安排他的司机 所以你先回去吧 因为他还要办公 但是都能体恤员工还有家庭 让他早点回去陪陪父母 陪陪妻子儿女 然后自己再坐着公车回去 我们想想 在下属能不能感受到 这领导人这一份体恤 那一定能感受得到 所以更能拥护这一个领导人 以至于有很多的这个礼品 刚好今天刚好收到了一些礼品 这些长官非常疼爱下属 自己都还没拿回去呢 就分的差不多都给部署了 一些奖金自己也都很慷慨的 因为这都是大众的功劳 绝对还不是自己的功劳而已 所以叫让公于众 一件事情办成了 那是整个团队的努力 怎么可能说是只有我们的功劳 所以都能实时体恤到 整个组织里面人的付出 都能去关爱他们 都能去照顾他们 这军人能够真正呢 是这个下属 如自己的亲人 如自己的家人一般 这个不只是说自己的下属 比方在这个各个行业里面 当律师也好 当医生也好 任何的行业 面对同样一栋大楼 工作的这些同仁们 我们也都应该要有这种爱护的心 平等的心 比方当医生 那很可能会有一些 一些服务打扫的这一些女士们 每天来帮忙 那我们当医生是一份工作 他们也是一份工作 他们也在服务我们 所以都要常怀一个感恩的心 那可不能轻慢他人 对人没有礼貌 那也不行 所以有一位医生 他德行也很好 所以当这个女士来帮他打扫房间的时候 他都会非常客气 给他道谢 谢谢他 长期都是这么重 有时候刚好自己收到了礼品 他就顺手 你拿回去给孙子吃 拿回去给家里人吃 都会布施给这些帮忙他 这些日常事务的这些工作人员 就给他 结果有一天 这一位打扫的女士就来找这个医生 说你前几天 前几天是不是有丢了一包东西 因为这个医生在整理的时候 不小心把一笔奖金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所以因为忙没有注意 所以把这个奖金都丢垃圾桶里面去了 结果这位女士就很仔细 因为看到这个医生对他这么客气 他也很欢喜 所以也很认真帮他打扫 也替他设想 你看你替他设想 你恭敬他 他也会替你设想 他怕你会不会有一些重要文件 给搞丢了 不小心扔下去不知道 所以他还直直去检查 结果检查到原来这医生把一笔奖金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 所以还把它捡起来 还给了这个医生 所以确实 敬人者 人很敬 爱人者 人很爱之 所以像下属 他可能跟我们的时候 都还没结婚 到结婚 生子 他的整个家庭状况在变化 他的责任也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领导能不能体恤啊 再安排一个 让他能同时兼顾家庭责任 家庭生活 假如上师能体恤到这一点 那真的这个下属呢 会终生感恩 那有一位长官呢 他这个比较刻薄 比较刻薄 对下属呢 不够恭敬 其实人跟人都应该有一份恭敬在 虽然我们是上师 那也要对他人 的人格 都要恭敬 对他人 尽忠职守 他人的付出 都应该是恭敬 不能有傲慢 不能有高下才对 所以 因为是公务单位 所以 在写信的时候 都是敬贺 都是对他们很恭敬 结果这个上师说 还用敬干什么 用贺就好了 你看这个心态就不对了 那 有一个 他的下属啊 每天帮他开车 结果这个后来这个下属呢 结婚了 但是帮长官开车啊 他得24小时待命啊 就很难顾及啊 照顾自己的孩子成长 所以下属呢 就请求上师啊 可不可以他 调个职 让他呢 比较能够兼顾 照顾家庭 结果这个上师啊 不只没有把他 调到好的职位去 本来在北部上班的 还把他调南部去的 所以这个 这样子做呢 就太刻薄了 所以我们想到呢 孟子的一段话 君之士臣如手足 责臣士君如复心 领导人 把下属看作自己的手足一样 责臣士君 就好像自己的心腹一样 士君如复心 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君之士臣如拳马 责臣士君如国人 就像一般国人一样了 没有恭敬了 君之士臣如土建 责臣士君如寇筹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下属怎么对待我们呢 跟我们上师如何照顾他们 有连带的关系 君人啊 臣就能忠啊 所以我们能 看待下属就像手足兄弟一样了 那下属看我们如复心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很多的忠臣那确确实实是奋不顾身的为领导人 为国家 所以在这个晋朝啊 晋慧帝 那个时候 有一位臣子啊 叫济少 这个济啊 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姓 我们都听过这个竹林七贤啊 当中有一个季康啊 这个季少就是季康的儿子 那晋慧帝那个时候啊 刚好有人作乱 就合间成都啊 两个王作乱 所以晋慧帝去平乱 结果打了个败仗 所有的这些侍卫啊 大臣呢 几乎都落荒而逃啊 只剩下纪少啊 守护在晋慧帝的身旁 结果那时候都要晋慧帝的性命啊 结果纪少就以身啊挡剑 所以当这个剑啊 都射在这个纪少的身上的时候 这个血啊 喷到了慧帝的衣服上面 后来他就殉职啊 身亡了 那后来晋慧帝呢 也免于这场灾难了 那当这个仆人啊 要把慧帝的这一件衣服 拿去洗的时候 慧帝讲了 这个衣服这一辈子都不要再洗了 因为呢这个身上啊 留着这个邵士忠 士忠是官位 也算是很高的一个官子 这是邵士忠呢 他的鲜血啊 他的一份忠肝义胆 所留下来的 所以我这一辈子呢 都要记住他这一份忠诚 这个血绝对不要洗掉 所以这一些忠诚 确确确实实 面对待自己的君王 都是比自己还重要 再来君之士臣如全马 则臣士君如国人 我们把下属当作 这个赚钱的工具呢 让他们坐牛坐马 都不体恤他们的身心啊 家庭了 那他们跟我们之间呢 也没什么恭敬啊 感情 时间一到了 马上就赶快走了 你要再跟我 叫我再做一秒钟 我都要跟你拿钱 那整个君臣关系 就非常的计较了 其实这样没啥意思 这样每天到公司里面 人跟人都没有人情味 那也怪痛苦的 所以这样的工作环境 我看长期坐下来 可能大家都是 癌症的高危险群 都坐不快乐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士君如寇丑 你非常轻慢 非常瞧不起下属 那他会视你为寇丑啊 所以很多开餐厅呢 这个餐厅 生意是不错的 但是呢下属呢 没有好好爱护你 他们的怨气就慢慢升起来 到最后在厨房给你搞怪啊 搞得你非关店不可 这样的例子还是真有 所以有一群外国人呢 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 去参观一些工厂 他们先到了这个餐厅去啊 所以餐厅呢吃的不好 所以这外国人就想了 吃这样的菜啊 不值得跟这个老板公司干活 然后后来呢又去参观工厂 看到这些工作的员工啊 懒懒散散的不认真 接着他又说 这样的员工啊 不要给他吃的太好 所以看吃的呢 觉得这个上司太刻薄了 然后看工作呢 也觉得这个下属工作 实在是太不尽职了 其实这个都是互相的啦 所以我们为人下属啊 也要时时反省自己 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这一份工作啊 也要无愧于这一份工作 纵使跟这家公司的因缘变化了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啊 也要留一些好名声给人家传啊 他觉得这样的员工 真是尽心尽力很难得 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我们的社会信任越来越好 也会越来越有好的发展 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一个缘分 离开的时候啊 都要觉得坦坦荡荡 所以师父呢 曾经有提过一段教诲啊 叫现代生活使者 我们面对生活 面对工作啊 能够实时呢 用这十点啊 来要求自己 来提醒自己 第一个脑筋啊 要活一点 第二嘴巴甜一点 讲话别太冲 微笑露一点 说话轻一点 理由少一点 做事多一点 肚量大一点 脾气小一点 效率高一点 动作快一点 我们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啊 都应该要精益求精 都应该要苟日心 日日心 幼日心 来把我们的这一份职责啊 尽好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脑筋活一点 这怎么让脑筋活一点 第一个烦恼要少 脑筋才活得起来 不然每天烦恼一大堆 要头昏脑脏 好 烦恼少 智慧就能长 再来呀 多请教 多跟一些有非常有智慧 经验的人多请教 这些经验能沉传下来 我们的思维啊 见识也能够打开 这个脑筋就能活一点 所以那时候 我跟一些教育同仁接触 他说你一些想法 感觉不像教书只有一两年 我也跟他们交流到 因为我还没有正式教书呢 就有遇到几位教学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有的都教三十多年了 我们就很欢喜的去接受他们的这一些教诲经验 所以应该站在有经验人的肩膀上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更远 我们的学习不可以懈怠 我们的学习不可以懈怠 因为学生不等我们啊 我们早一点提升呢 学生就早得利益 脑筋活一点 嘴巴甜一点 当然这个甜一点 不是去惨媚巴结 那就错了 是的 说话很柔和 给人呢如木春风 因为往往啊 这个话太尖酸太讽刺太刻薄了 这个话一出去啊 搞得整个气氛很僵硬 那个人和都不见了 那就很不好了 所以这个说话是门学问 那说话的部分呢 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细讲好了 因为夫子讲呢 四个重要的学科啊 第一个德行 第二个就是野女啊 再来就是正事 如何把事做好 这里面有把事做好的这些重点 关键 第四个才是文艺 才是这些才艺技能 嘴巴甜一点 大家不要今天现代生活死者读完了 好明天去嘴巴要甜一点 然后没有从心里去欣赏别人 去看到别人付出 只一味的要学甜一点 然后给人家一称赞 又称赞的不是很得体 不是很恰当 然后又不是内心真诚流露的 人家一听我们称赞的 都流露的 鸡皮疙瘩都出来 这样就不好 都是真正能时时称赞如来 打从内心去看到别人的善 看到别人的好 看到别人的付出 这样讲出来的话呢 让人家真正能感受到我们这一份诚意 他也会觉得更有信心 所以嘴巴甜一点 微笑露一点 所以面上无称供养具 时时在欢喜待人 这个就是在供养大众 所以我们进佛门 最早看到的天王殿 中间弥勒菩萨坐在那 就教我们要微笑露一点 所以微笑露不出来 就进不了山门了 大家不要听完之后 待会坐车回去 在公车上见人就笑 人家会说 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问题 当然了 这个笑不一定是说 要笑的嘴牙齿都露出来了 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温和 非常的那种 一种亲切感 纵使是陌生人 见到我们都会觉得很舒服 这个都是微笑露一点 再来说话轻一点 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同学朋友 哇 那个讲话 真的像跟人吵架一样 你提醒他呢 你小声一点嘛 我有很大声吗 他都警察不到啦 结果后来到他们家去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家讲话都是这样 假如不了解的 去他们家还以为他们家怎么常吵架 所以大声习惯的不好 因为在家里大声的 家里人不觉得怎么样 问题是你到团体公司去了 人家不会这么想啊 人家会不能接受 所以弟子会说 蹲掌前 声要低啦 讲话呢 不可以太大声 这样显得呢 不恭敬 但是低不稳 却非矣 不能太大声呢 那也不能小声到都听不清楚了 说话轻一点 理由少一点 要勇于去承担 不要遇到事情 做错的人就找一大堆借口 甚至把人都脱下水了 这样没有担当啊 也很难受到团体的公司的信任 so一有状况出来了 我们勇于认错 勇于改过 反而这样的一个态度 更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因为人不可能 没有 不犯错的了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焰 所以今天 假如我们犯错了 第一个反应是找理由 找借口 唐掩饰啊 真一辜 而真正有智慧的上师领导啊 他看人也有他的功力啊 假如我们这个心态是时时推责任 时时找借口呢 他就不敢给我们承担 那做事多一点 人啊 不要怕付出 不要怕多做 不要怕吃亏 多付出 多做啊 给自己又赔福 又增长智慧 增长能力 所以我们有一位朋友啊 他的心态非常好 他一开始去工作的时候啊 这个上师啊 本来给他调的薪水啊 比较高 他自己自动降 他说我不要这么高 我这样就好 假如我表现得很好了 这个老板 您要加再加 假如你遇到一个心境人员了 你给他的薪水 他还自己降呢 会不会印象很深 你看现在很多人去应征啊 年轻人去应征啊 问了一大堆问题 有没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啦 加薪啊 奖金啊 问一大堆福利啦 因为他们都被误导了 听说有一句顺口六叫 钱多是少 离家境 位高权重责任轻 位要 职位要高 权力要很大 然后责任又轻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啊 位高权重责任轻 睡觉睡到自然行 数钱数到手抽筋 所以你看呢 现在这些年轻人都做白日梦啦 不经一番寒策骨 烟得梅花扑鼻香啦 现在都是好高物远 急功耗利 没有付出啊 就先想要收获啦 你看这样的人能被重用吗 所以年轻人应征啊 什么都问到了 都是问到公司给我什么 却没有问出一句 我能给公司做什么 所以现在假如 有一个年轻人来应征 然后呢 第一句话就问 我能为公司做什么 那我看这个态度呢 一定会让这个应征的 这个经理主管呢 刮目相看 懂得先付出 而不是先计较 所以这一位朋友啊 他就是先付出 不计较 薪水也不高 而且他呢工作很努力 因为他的心理啊 他心理想 说我刚踏出大学 我又没有工作经验 这个老板呢 没有跟我要钱 我没有经验 他还用我 用我呢 给我这么多的机会 磨练之外呢 还给我薪水 哇 你看天底下 哪有这么好的事 又栽培我 又给我薪水 所以他是怀着感恩的心啊 来工作 而且他都是自动加班 因为他觉得 这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学习 都是在提升他的能力 所以他加班不只不要加班费 还感谢公司 给他这些磨练的机会 所以你看啊 人啊 快乐跟痛苦啊 天堂跟地狱啊 一念之间 而他这么欢喜的付出啊 当然老板也欢喜的栽培他嘛 所以他们公司 各位朋友 大家想想 这个升官升得最快的是谁啊 薪水 升得最多的是谁 所以越不计较的人 越有福分啊 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自己假如当老板啊 要用什么人才啊 难道用个斤斤计较 常常跟你抬杠的部署吗 所以做事多一点 真的 好的长官啊 好的长辈啊 他们都有非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 唯有真正肯干 真正不计较的年轻人 才能承传他们宝贵的经验 再来 度量大一点 因为每一个人啊 都在学习的过程 对人啊 不可以刻薄 度量大一点 很多人说 他都那么大了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其实呢 我们心里要想 我们去责怪他人 我们生气了 对自己 对他人都没有帮助 所以人生做啊 对己无异 对人也无异的事啊 无异的事情 这个叫愚痴啊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所以他人做错的事情啊 我们能包拢 我们能想到 他们都是 没有闻弟子规啊 没有闻这个古圣先贤 没有闻佛法 所以他们不懂 所以才会做出这样不对的事 所以就是 包容 所以师父讲了 别人错的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呢 也是错的 你看人为什么度量不够大呢 往往都是坚持己见 就是我对 就是他错 就是他得给我低头 但师父是讲啊 我对的也是什么 错的 我们坚持 我对他错了 我高他低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 已经不慈悲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啊 有高下 有傲慢在其中 我们是拿着经典啊 去衡量别人 而不是要求自己的 这个就变成言以律人啊 宽以待己啊 这个有点修的颠倒了 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对了 跟人 就是对立的状况了 就是我比较 学问比较好 他比较低了 这个心态啊 不跟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 慈悲相依 所以固执自己对了 那这个就是 已经跟觉悟相违背了 修道人 时时保着一个慈悲的心 而不是去固执自己 是对是错而已啊 所以真是慈悲了 当看人犯错了 不只不跟他在那里 论个长短 更重要的是 怜悯他犯错 因为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殊无怪也 为什么说他错的也是对的 这个错的也是对啊 这个对叫做 其来有志啦 就是因为他没有好的家庭教育 没有好的学校教育 没有好的社会教育 现在把自己的 这个本善的心啊 搞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我们能体恤得到 他这个错 是他 以及家庭社会的不幸 所以我们更是用一种 怜悯心去面对 去把他引导到对的地方去的 哪还有时间在那里 跟他计较对错呢 他一味的慈悲心对了 所以这个别人错的也是对的 这个对就是正常啦 施教以后的正常现象 我们应该包容宽恕 所以度量大一点 脾气小一点 这个发脾气是最傻的 伤了自己呢 又伤了别人 还把别人往地狱推 因为一个人发起脾气来 整个办公室的气氛 就像地狱一样 很痛苦啦 第九效率高一点 其实说实在的 前面这些态度都具备了 做起事来效率也很高啦 所以这一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心态 当然这个效率要高啊 也要多学习 多请教 自己有了很多的经验 办起事来也比较顺手 再来动作快一点 动作要快哦 心不可以急躁哦 是该快的时候呢 快 不要慢吞吞的拖拖拉拉 延误到呢 其他人的时间 其他人的工作 这样就不是很理想 好 所以这个是 我们提到 均要忍 成也要忠 也要好好地提升 自己的工作能力 来对得起这一份工作 对得起团体企业 对我们的栽培 那五轮关系当中 第三轮是 呼意复得 呼意复听 这个我们刚好 在之前呢 有提到 这个婚姻啊 这个婚字啊 代表黄昏 男表阴啊 男表阳 女表阴 这个黄昏呢 属于阴 所以黄昏的时候啊 是阳往阴来了 阳过去了 阴来了 阳过去了 所以娶妻的时候啊 是男的去 过去迎接 阴来了 把媳妇呢 娶进门来 所以这个都是表啊 男人主动 去迎娶 在 这个礼记的婚姻里面啊 就有提到 和两性之好 上以 世中庙 下以继后世 你看我们 在好几年 千年前啊 就知道 和两性之好啊 同性 尽量不结婚啊 你看在几千年前就知道这个遗传学啊 这个同性结婚啊 血缘太近了 容易一些不好的遗传基因啊会出来 这和两性之好 代表着婚姻就是让两边的家庭啊 都放心啊 都越来越和好 和乐 这个才是我们结婚的真正目的 而不是结了婚之后 搞得两家人都心神不灵啊 都很担心了 那就不对了 上以 世中庙 事奉 祖宗 上以 世中庙 就上一代 下以 继后世 后 又好的子孙 所以 上以 世中庙 是一个老 上一代 下以继后世是儿子 下一代 所以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所以一个老跟一个子啊 就是一个孝字啊 所以婚姻真正的意义啊 也是在承传这个孝道 所以我们走上婚姻的人啊 都应该让父母放心 让祖宗放心 也呢 教育好下一代 让下一代 能承传 祖宗的这些智慧 承先起后 让他们也能 继续啊 把人生的经营的 这个幸福美满 而 当时候迎娶的 一开始啊 因为这个是人生大事啊 也是一个家族的大事啊 所以当这个新郎啊 要去迎娶新娘以前啊 还没出自己的家门呢 父亲呢 亲自端一杯酒啊 敬自己的儿子 诸位朋友 假如我们今天坐在餐桌上呢 然后爸爸端一杯酒说 儿子来我敬你 我看呢 我会从椅子上面掉下来 承受不起啊 那父亲是非常尊贵的啊 我们都是 很敬畏父亲的 怎么可能父亲来给我们敬呢 都是我们敬父亲才有这个道理 但是迎娶那一天啊 父亲给儿子敬酒 而且儿子不用回敬 哇你看 儿子受此大礼啊 父亲是代表祖宗啊 敬我们啊 你看我们祖宗 代代相传都是很清白啊 都是很有德行的 所以你现在要结婚啊 要承传这个家族法脉 所以今天这个责任重大 敬这一杯酒啊 代表我们要把责任给扛起来 所以你看哦 这一个新郎啊 还没踏出家门呢 父亲这么一敬啊 你看他的心态 非常庄严啊 非常树木 非常恭敬的态度 来迎娶哦 而不是现在呢 这个结婚的时候 在吵吵闹闹的 在那里闹的 那个不大像话啊 在那里嘻嘻哈哈的 不是这样 都是非常严肃 非常有责任心的 来面对这个婚姻 而且到了太太家了 一到家门啊 那都是岳父岳母啊 在门口等待了 给你行礼啊 然后呢 新郎 那我们都看到 那个迎娶的时候 新郎穿什么服装啊 要穿状元服 有没有 那个是结婚那天才有 那个平常不可以随便乱传 代表那是很重的责任 结果进去的时候啊 岳父岳母亲自啊 把自己女儿啊 交到新郎的手上 你看那每一幕 都是一种责任 我们都要对得起 那太太的父母才对啊 所以我们文化呢 这些礼仪的背后啊 它都含有很深的人生道理在其中 我们不去了解的话 不清楚 整个文化里面的博大精神 对我们人生呢 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启发 所以出这个迎娶出门的时候啊 还是新郎啊 亲自帮新郎 新娘啊 驾马车 都是那一份 这个相敬如兵啊 到了夫家啦 他们有一个交杯酒啊 大家对这个交杯酒比较不清楚了 其实这个交杯酒呢 是用一个像葫芦的植物啊 泼成一半 拿来做杯子 然后乘着甜酒 夫妻啊 喝这个交杯酒 而这个葫芦啊 它是苦的 而这个酒啊 它是甜的 所以喝这个交杯酒 是提醒夫妻两个 从此以后要怎么样啊 同甘共苦 要这样去面对婚姻啊 那彼此才是无怨无悔啊 就绝对夫妻之间是没有计较的 同甘共苦 而且因为是同一个葫芦啊 披成一半啊 所以也代表夫妻两个是什么 是一体不可分的 夫妻一条心呢 黄土变成金 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先谈到呢 这个夫意夫得 好 谢谢大家 你 好 送你 离 grief 我很 教书 我 给你 当时 我 受伤人的 当时 熟悎 这疲也 天 我 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刚刚讲到夫妇之间的这一份道义 就能让彼此的人生没有怨悔 反而都是实时的感念 我们夫妻两个结婚都有这个共事 对着其祖宗 对着其后代 有这一份共事 有这份孝心 两个人团结 二人同心 齐立断经 夫妻一条心 黄土便沉经了 所以夫妻好合的 她的家道一定可以兴旺起来 所以在中庸里面 妻子好合 如骨色情 就像那个秦色 同名一样 非常的和谐 非常相近如饼 其实呢 先生只要常常能够想到太太 传宗接太的恩德 太太能够把家里把自己的父母侍奉好 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恩欲报 念念是念这个恩德 太太也了解 也体谅得到 先生在外呢 也是风风雨雨都扛过来了 都为了这一家的生计 这一家的安定 彼此都是活在感恩的心中 感恩的这一份情怀里面 那这个感情一定可以和乐 那夫妻之间呢 也要谨记呢 财务亲愿何生 言于人分之名 所以这个舌头跟牙齿呢 这么接近呢 都难免会咬到 所以应该多包容 多宽恕才好 他或财务亲啊 绝对不能因为钱财 闹得夫妻以至于亲朋好友之间呢 有不愉快 所以这个公公婆婆生日啊 不等先生说呢 自己主动的呢 去买一些礼物啊 送给公公婆婆 而且日子到了呢 还提醒先生 今天是爸妈生日呢 你赶快把这个东西呢 送去给他们 你看先生当下呢 体会到 这个太太呢 帮我分忧解劳 而且呢 爱护我的父母 就是当他的父母一样 这个财务亲啊 就没有什么怨了 那更会体会得到呢 有这个太太的帮忙 那他的家更何乐 那相同的 这个当女婿的 也要把自己的岳父岳母啊 当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爱戴 所以不要当半子啦 要当就当 彻底一点 真的是当自己的父母这样子侍奉看待 所以真的 我们听到呢 大陆真的有一个女婿啊 她的太太啊 生了孩子 没多久就去世了 结果她太太临终以前啊 就为这个 嘱托她呢 拜托她 一定要侍奉好她的父母 这个女士真答应啊 侍奉了三十多年 因为她的岳父啊 是瘫痪的 岳母啊 身体又不好啊 她太太的弟弟啊 又是智商有问题啊 又算比较痴呆啊 所以你看 要照顾这三个人不容易啊 她三十年如一日啊 照顾下来 所以真哦 国家昏乱有忠诚啊 六亲不合有孝词啊 在这个社会道德比较沦丧的时代呢 还是有这些忠肝义坛的人呢 给我们做表演 所以感动非常多 邻里相当 都主动的呢 来关爱他们这个家 所以这是提到了 夫妇相处啊 要再延伸到整个家庭的和督 因为夫妇的相处呢 很可能都会连带的 父子 兄弟 以及朋友 都会跟这个夫妻关系息息相关呢 父子能不能处好 兄弟能不能处好 朋友能不能处好 以至于是 君臣关系能不能处好 都跟夫妇关系啊 有连带哦 我们说这个枕边风很厉害啊 这个太太吹的这个风啊 是德风 还是禅言 还是毁谤 还是斤斤计较啊 那就天差地别啦 所以我们之前 有跟大家提到 有一位孙氏啊 姓孙的一位妇女 她的先生啊 被后母虐待啊 她吹的是德风啊 都叫先生不要计较啊 后来分遗产啊 后母私吞了很多钱啊 又分那个最差的地给她 她已经愤愤不平了 要杠上啊 但是太太的劝告呢 绝对不可以跟后母啊 不可以跟自己的弟弟过不去 你看这个德风一吹呢 她先生呢 又心平气和下来 结果后来她的后母 没几年呢 因为这个弟弟啊 染上赌博啊 一下全部家产都败光了 流落街头了 这个时候 太太很有德行啊 又提醒先生啊 不能眼看自己的后母跟弟弟啊 沦落到这种地步 要不计前嫌 把他们接回来 奉养 后来你看呢 她的后母跟弟弟啊 那良心发现了 弟弟也把这个赌博给戒掉了 这样他们夫妻吃亏了吗 所以你看哦 兄弟父子能不能和乐 跟夫妇关系很有关 很有影响 后来一点都没有吃亏啊 人欠你 天还你 生了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都考上进士 那自古以来啊 这样的家庭可能找不到十家啦 其中一家就是 明朝这个吴氏 吴家娶了这个孙氏的媳妇 才能赶来这么好的家道啊 所以绝对呢 不能呢 嫁过来啦 人家俗话讲的 娶了老婆忘了娘 那这样的 当媳妇就当得太没有道义了 曾经呢 有在汕头啊 有一对兄妹 一起合作做电脑 卖一些电脑用品的店面 生意做得不错哦 所以爸爸也蛮欢喜 这个兄妹呢 这样同心协力啊 很好 也很有发展 结果后来啊 哥哥娶太太了 然后呢 女儿也嫁人了 结果后来搞到最后不合了 都为了钱在那儿炒 炒到最后啊 分家了 一分哦 刚好开隔壁 哦 开隔壁哦 常常在那里拉客人 互相骂来骂去 客人呢 越听越不舒服 自己家人在那里吵 到最后呢 大家猜会怎么样 那铁定完蛋的嘛 那个没有人和啊 那生意是做不起来了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任何 所以这个很大问题哦 还没娶太太 还没嫁 嫁老公以前 相安如是 怎么嫁了以后呢 兄妹都不合了 结果兄妹一不合啊 谁最难受啊 那个父母每天在那儿 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 所以这个没学地址 会很麻烦 兄道友地道工啊 他们不知道 兄弟木啊 笑在中啊 一位女老师呢 她很善良 她学了弟子归以后啊 更多方体恤她的先生 刚好啊 有一天呢 她先生接到一个讯息 就是她的妹妹 在夏威夷啊 生活呢 非常困窘啦 周转不开啦 身体又不好 所以她先生就找她商量 说我们拿点钱呢 帮助妹妹 这太太呢 欣然接受 就把她们夫妻俩呢 几年来的积蓄啊 一次就把她都要寄过去了 一点都不跟自己的小姑寄交 其实这个动作做下去了 这个小姑啊 寄在心上了 公公婆婆也寄在心上了 所以她就跟她先生讲了 这个工作交给我 我帮你去做 所以先生内心也觉得很很温馨 结果呢 刚好这一位老师啊 就跟我们提到 他打算呢 就去汇这一笔钱 结果说完呢 刚好我们也一个朋友呢 跟银行特别熟 所以就跟这位老师讲 我明天帮你汇 真的帮他汇好了 还跟这个老师说 你方便的时候再把钱给我 我已经帮你汇好了 所以真的这一份善心啊 都会赶来很多的善言 大家互相随喜 互相成就 好 这是我们讲到呢 夫妇关系呢 还会延伸到 五轮的每一个关系上面 再来 兄有弟公 长幼有婿 兄弟这一轮 而且这一轮呢 不只是只有兄弟而已 我们再把它延伸开来 包含小姑啊 跟嫂嫂的关系 也属于这一轮 或者是 我闽南话说 大小生的 女婿之间呢 也要互相有爱 好 好 然后轴离之间呢 互相有爱 好 所以 这个轴离之间有爱啊 那个 那是要真有修养 好 所以在 宋朝啊 有一位女士啊 叫崔少帝 好 然后 她要嫁的时候啊 因为她的先生啊 是排行老五 所以她要嫁过去以前 她先生的四个兄弟啊 都已经娶太太 所以她是第五个媳妇 结果要嫁过去以前啊 刚好 人家就说了 说这一家人啊 四个媳妇呢 常常呢 都吵架 甚至于呢 还打架 还有到厨房呢 拿出家伙来的 所以这个 火气都十足 她嫁过去的时候呢 大家都很担心呢 说 哎哟 这个会不会凶多吉少 那后来呢 这个崔少帝呢 德行很好 她过去之后啊 有什么好的东西啊 都主动呢 给她的嫂嫂 然后分配工作呢 婆婆分配一些比较重的工作 给她的嫂嫂 她会主动去承担 说我是晚来的 这个让我先做 自己承担哦 主动去承担 然后吃饭呢 都会先让 嫂嫂先请 这是长幼有序 非常恭敬她的嫂嫂 然后 然后 假如 嫂嫂呢 来跟她谈一些 人我是非 谈别人的残言 说别人的坏话 她一句话也没回嘴 静静坐在那听 有时候笑一下 好 那个笑呢 倒不是 去迎合啊 这个嫂嫂呢 讲的这些是非人我 好 我在想啊 那个微笑呢 可能含着呢 那个眼神 人之初心本善 你的良心迟早会发现 好 所以这个嫂嫂呢 讲没几句 看 没什么反应 也讲不下去了 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好 所以慢慢的就不找她 她讲这些是非人我 假如她的 这些 悲女啊 她的这些仆人呢 去讲这些嫂嫂们的坏话呢 那她会把 这个仆人呢 带来呢 到这个嫂嫂面前认错 给人家道歉 处罚这一个仆人 这样有没有很狠心啊 教育她 那才是真正对她的慈爱啊 假如这个仆人 大了 嫁出去了 这个习惯没有改啊 那她一辈子都 拍命啊 都不好命了 女人对这种 在家庭里面 人情世故 假如不懂啊 那真的不知道 会吃多少苦 所以借这个机会呢 教育了她的仆人 同时呢 这么样教育仆人之外呢 她的嫂嫂呢 感觉到什么 哎呀你看我这些坏事 都给人知道了 她会收敛啊 再来会感觉到啊 你看我这个 这个婶 都帮我 保留我的颜面 都很替我着想 所以这个崔少帝呢 都能做到 把力啊 给别人 这个劳务啊 工作自己扛 然后不听 不说禅言 不听这一些 是非人物 而且都把 这个嫂嫂的孩子呢 当自己孩子一样 照顾 事如己出 有时候抱着 这个子儿们呢 突然呢 尿失禁了 就撒在她的身上呢 她一点都没有生气 哎 欢欢喜喜的 又把这个孩子呢 打理好 自己再去换衣服 好 所以这一些胸襟呢 这一些表现呢 都看在嫂嫂的眼里 一点一滴啊 都在感动啊 所以才过了一年多啊 这四个嫂嫂呢 讲了一句话 五省大贤 我们这个老五啊 五省大贤 很有贤德的人 我等非人 我们四个啊 跟他比起来啊 实在不像人 你看 因为他的德行 感动到 深深的惭愧啊 改过自新 所以你看哦 一个媳妇的德行呢 把整个家族都转化过来 家道都兴旺起来 所以这个 娶一个好太太 旺三代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后来读书人呢 看到了这个 这一个故事之后呢 说道呢 真正有德行啊 不怕 感化不了他人 所以 三争三让 天下无贪人矣 明明白白的让给他 他慢慢的良心发现啊 三怒三笑 他很无礼面对啊 你都大肚人容的宽恕他 三怒三笑 天下无凶人矣 所以感化不了贪婪的人 感化不了脾气大的人 我们返求足迹 你看那个三怒三笑 你看他火气上来了 我们清凉的风把它吹下去 他那个火就烧不下去了 所以那个弥勒菩萨的记啊 也对我们人生很有启示啊 剔透在面上 给你吐个口水在脸上 怎么样 随他自甘了 我也省力气 他也无烦恼 假如我们去擦 那手举起来还要浪费热量呢 我也省力气 不用擦了 他也无烦恼 有时候他气在头上呢 剔透在你的脸上 你一擦呢 他还觉得你要跟他打架 可能就杠起来了 所以他恶意对你呢 你还是微笑对他 这个架就吵不起来了 而过了之后 跟他一点都不计较 反而也是继续的照顾他 关怀他 他很快就能够感动了 因为他会觉得呢 这个世间呢 他冷静下来以后想 这个世间居然有 这么有修养的人 哎呀不得了 我应该要跟他 好好学习 他对我们就好奇了 所以我们的德行啊 就可以帮佛菩萨 帮古圣先贤招生啊 招生他们来接触圣教 结果他们一研究 哦原来这个人是学弟子规的 那他就会来学弟子规了 好 所以越乱的世间呢 我们越有德行 越能够让众生啊 对正法 生起信心来 那反而一个逆境来呢 就是我们为人演说的好机会啦 这是我们提到呢 兄弟关系啊 应该这样去扩展 那我们在整个这个 轮常关系当中啊 实时呢 实时呢 记住呢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行扬 你看呢 我们第五轮啊 朋友关系 那这个朋友关系呢 在在古代呢 比较没有这个男女关系啊 一般呢 男女接触啊 都是这个明媒正娶多 所以 这个男女的感情问题啊 在古代呢 比较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在现代啊 因为男女接触比较频繁 所以就 纠纷很多啊 甚至互相伤害 造成不幸的都有 所以 这个男女关系开放啊 不见得是好事啊 我们都要了解啊 为什么以前 说男女受受不亲呢 是因为这个情欲啊 很 这个力量 这个诱惑力太强 一般没有相当的定功啊 那过不了的 所以 也常听说叫 英雄难过 美人关啊 其实这一句话啊 经典一定找不到 这一句话呢 谁说的 我知道谁说的 就是那个 犯错了还 还不认错 还找借口的人 真是羞羞脸 犯错了还要给自己封个英雄 哎呀真是不像话 明明犯错了就要承认错误 不然唐掩饰啊 真一股啊 错上加错误 口业啊 尤其假如是公众人物 哇那这个口业不得了啦 那很难算啊 因为这话出去的不知道 误导了多少的人群 这个罪过都要算在他的帐上 所以有一个很知名的 义的明星 那时候犯错了 失生了一个女儿啊 结果记者在访问他的时候呢 他说呢 我犯的呢 是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自己都犯错了 还把天下男人都拉下水 真是倭弥陀佛 只能帮他念佛啦 那时候我还是有点冲动 想到台北地方法院按灵申告 他毁谤 怎么可以毁谤我们男人的千白呢 哦 他这个毁谤是毁谤到所有有德行的男人 都被他一杆子打翻了 哇那这个罪可不小 是吧 那很可能这些男人里面还有高僧大德呢 都被他 哇所以你看人不 当下认错啊 错就可以化小了 又掩饰了 那不知道要扩多少倍啊 那本来有这个冲动要按灵申告 后来心里想 我也没先跟他讲弟子规 所以我也有责任 我也有错误 所以不告啦 但是我们冷静来想想 一个公众人物讲出了逃避责任的话 对于这些青少年呢 他学到什么 你看这些男孩 十几岁的男孩 哦 我们的偶像说呢 他犯的是所有男人都会犯的 那假如我不犯了 我就不是男人了 你看这个误导都严重啊 再来 小女孩听了以后怎么样 原来男人都会这样 那我以后当太太不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个都会让年轻人的内心对于夫妇对于男女的认知错误 所以一眼心帮一眼上帮啊 一眼祭出 世马难追啊 所以越是公众人物 越是讲话有影响 越应该谨慎 越应该反省 越应该负责任 话不可以啊 随便讲 所以不再造新秧 我们面对朋友关系啊 尤其面对男女关系 还没有走上婚姻 都一定要 一份善意啊 绝对不占朋友一点便宜 所谓 钱债好还啊 秦债难还 所以我们 记得在公案里面 有提到 这个悟达国师 他当时候 起了一个 因为皇帝啊 送给他 檀香木啊 坐的椅子啊 这个 坐的这个 这个檀香椅啊 那他感觉 我是皇帝的老师 一面 傲慢心起来 哇冤亲载主来了 而且这个冤亲载主啊 跟了他十辈子 他十辈子 都是高僧 都有护法神 结果到第十四呢 当了国师 哇 起傲慢了 护法神走了 冤亲载主进来了 哇 你看人 冤冤相报 没完没了 跟那么多事了 结果那个恨啊 很深啊 变成一个人面床 很恐怖啊 他命都快保不住了 幸好啊 他当初 经过四川一带的时候 对一位长者 非常慈悲啊 这个长者全身 这个脏兮兮的人 又生病了 他都亲手去给他料理啊 都不嫌脏啊 所以长者跟他讲 他讲呢 你以后有难呢 到四川来找我 原来 那个就是佛陀的弟子啊 迦诺迦尊者实现 所以后来去找了这个尊者 才了解到呢 他们是十四的冤业啊 所以迦诺迦尊者就帮他们化解 不要再下去了 后来呢 这个用这些干露水啊 把它化解完 传下来的 就是慈悲 三昧水灿 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 所以我们不跟人啊 结怨啊 不然到时候有个人面窗 不得了 那很多人讲呢 那人面窗啊 那个唐朝 那个古代才有啊 现代有没有 现代有 在台中啊 有一位小姐啊 二十一岁 她的名字啊 叫江翠桑 翠绿的翠啊 一赏的赏 这个江小姐呢 二十一岁啊 莫名其妙呢 得了个病 好 你看这是她二十一岁的 还没有得病以前的模样 长得非常秀气啊 庄严 她还是乔光商专的笑话 结果后来啊 二十一岁的时候呢 得了一个病啊 就在脸上呢 开始长瘤 越长越大呢 整整跟了她十八年 十八年啊 那女孩子脸上长瘤 那没有办法见人啊 所以很痛苦啊 每天在家里呢 这个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脾气也很大呢 所以家里人都也被她的坏脾气给吓跑了 那妈妈自己的女儿呢 默默承受啊 那真的是母女两个就像活活的在地狱一样 好 这个十八年 这个柳呢 这个柳呢 长到什么情况呢 你看大家看到没有 整个脸啊 柳曲掉了 这个柳比自己的脸 还要大 快大两倍呢 你看这真是 现代人面疮的势力啊 这个都是前不久的事情啊 好 所以你看呢 她没有办法过日子了 而且确确实实啊 这个 真的是一个人面疮啊 好 这里有一个男众的脸 好 你看这个是 男众的眼睛 这个是鼻子 这里还有一个嘴巴 好 有一个男众的像啊 脸在这里 好 这个待会下课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好 她面对这样的人生啊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好 可能素氏有因缘啊 遇到了 郭慧珍医师啊 也是我们 耳熟联想的道政法师 就劝 劝告她 把这个三世因果的道理 告诉她 结果这么一讲啊 她就回想到了 她说 这十多年来啊 她的眼前啊 都有一个男众在那里 晃来晃去 她告诉别人啊 都没看到 只有她看得到 这个就是她过去生的 冤亲在主啊 所以她有一天在梦里面啊 梦到了 有一个老太太跟她讲 你还我儿子的命来 还我儿子的命来 非常凶的对着她讲 然后她就很无辜的 回了这个老太太 她说我才二十多岁啊 我哪有害你的儿子呢 结果她话说完以后啊 显了一个影像啊 她到了清朝去了 在清朝的时候呢 她就跟这一个男士 有感情的纠葛 后来处理没有好啊 这个男士啊 死掉了 自杀死掉了 所以你看这个冤啊 就跟着她 到了她二十一岁的时候啊 就附在她的身上 所以听完以后啊 这一位姜女士呢 就深深的忏悔啊 然后呢 法师也引导她呢 冤家遗解啊 不遗解啊 所以就告诉她 要跟她化解冤业 一起共修 一起啊 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因为呢 这个姜女士啊 她非常的恳切啊 你看她她的脸 整个都变成这样了 那活着比死还难受 所以知道了 真有西方极乐世界 真有阿弥陀佛 真可以待业往生啊 那真是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的念 所以 这个非常恳切啊 念念相应啊 念念佛 那很快的呢 很多异象都出来了 那念了一段时间啊 都可以感受到 佛菩萨给她撒甘露啊 减轻她的病痛 后来呢 一知十字啊 三天前啊 就有一只鸟呢 来他们家 在那里唱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很异象显现 后来她就念佛往生 而且之后呢 烧出很多色粒子 那这个照片啊 是她要求啊 人家帮她拍下来 然后拍下来以后呢 她就发愿 所有看到她的照片的人啊 都能够 坚信三世因果 绝对不要再跟人家结恶缘啊 然后要坚信啊 待业可以往生 一心念佛啊 求神净土 都会有好的结果 好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 好 所以这个 江女士啊 这一尊阿维悦智菩萨的 好 这个怨事啊 也跟我们结了这一段善缘 好 好 所以这个朋友啊 男女之间呢 都要用道义啊 绝对不能有任何的 占便宜啊 任何去伤害对方的念头 不可以有 好 那我们提到这个朋友关系啊 都知道 朋友之间啊 互相劝贱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良归 可是这个朋友在互相劝贱的时候啊 我们有时候都会生烦恼 他怎么都讲不听 有时候人耐性都提不起来 我们刚刚讲到啦 言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 这句话在告诉我们 我们自己刚强难化啦 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对自习起 再来啊 这一句话是要告诉我们宽以待人 所以对人要宽恕 不可以刻薄 不可以刻薄 那刚强难化我们要更有耐性嘛 就不会跟他计较 而且啊 师长常说 为人演说 演得好啊 说话才有分量 这个先后顺序不能倒了 自己做的没人家好呢 拿着道理要求别人 谁福啊 所以这个中庸里面呢 讲到一段话 所求于子 你对儿子的要求 希望他怎么样做好儿子 拿着这个标准呢 你去侍奉父亲 所求于子 以示父 自己做得到吗 所求于弟 你对弟弟的要求 你自己先做到 去尊敬你的兄爪 做得到吗 所求于臣 以示君 你对下属的要求 自己先做到了 如果真正是这样对待上师 你才有资格去要求下属 我们做到了没 所求于朋友 我们对朋友的要求 我们自己先做到 这样行 我们我们能做得到吗 都是先要求自己 先做到了 再去劝别人啊 人家心里才福啊 不然呢他心里想那 五十步笑我百步 那心里都不服了 那个话能听几层呢 所以在劝戒当中啊 孔夫子讲了 君子信而后见 相信之后才劝戒 未信 还没有信任就劝了 则以为 棒极也 所以这些话呢 对我们人生都很大的歧视 所以自己先做得好 自然呢 甚至于还没讲话呢 就已经在劝别人了 用你的德行 身教啊 已经在劝了 所以朋友互相劝戒 我们现在是讲朋友这一轮 大家不要朋友劝戒 其他不用 其实朋友这一轮呢 用在其他每一轮 一样的心境啊 所以父子要劝 君臣要劝 夫妇兄弟都要劝戒 这都是本分 所以这一句 善相劝得皆见 过不归道两亏 五轮的道理 都适用这一句经句 人无轮外之人 学无轮外之学 每一句经文啊 都可以用在 所有的轮常关系当中 我们用这种感悟能力啊 那就可以举一反三千啊 举一反一切 互相劝戒 互相关怀 互相帮助 而且要 不言家丑 互相赞叹 这个互相赞叹呢 就讲到了 这个说话的智慧了 这个话会说啊 能广结善缘 能一团和气啊 那话不会说啊 甚至于可以新帮 可以上帮 可以把整个团体给搞乱了 所以师长有一段 这个教诲叮咛我们 在这个言语当中的 这个分寸 怎么去做 少说抱怨的话 多说宽容的话 你看抱怨会感来什么 都有感应哦 我们的一言一行 甚至起心动念都有感应 抱怨带来记恨 宽容乃是智慧 你看这个宽容 都是人情世故的智慧 少说讽刺的话 多说尊重的话 讽刺显得轻视 尊重增加了解 再来 少说伤害的话 多说关怀的话 伤害形成对立 关怀获得友谊 少说命令的话 多说商量的话 其实这一段话 其实这一段话 我们边抄啊 边感受一下 这个在五轮关系当中啊 真的呢 一个态度的不一样 赶来的结果 绝然相反 天然之别 命令指示接受 商量才是领导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造成隔阂 鼓励激发浅能 你看我们 从这五个五段话呢 来体会到 这言语的重要性 少说抱怨的话 其实你看一个言语啊 都能影响整个人和状况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为什么我们无量寿经呢 清静三叶呢 先讲善户口叶 不及他过 所以人跟人已经很难取得信任了 假如我们要抱怨呢 又批评别人呢 那彼此的那种尊敬信任的关系 统统被影响 以至于这一份抱怨呢 还会留在下一代的心中 造成他人格的障碍 所以我说到这里呢 都想到 我的母亲啊 在说到我的爷爷奶奶啊 姑姑啊 叔叔啊 都是讲呢 他们怎么样爱护我们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长辈都是感恩 但有一些长辈 假如把这些上一代的怨恨不满呢 都讲给孩子听呢 那孩子对长辈不会攻击 他跟人也很难信任 甚至都有埋怨 这个是破坏了孩子的清静心 破坏了孩子的人格啦 要有智慧 多说宽容的话 抱怨带来忌恨 不止自己忌还忌到下一代去 宽容乃是智慧 你把这个大度能容传给孩子的 那是智慧 所以少说讽刺的话 你看那个讽刺 显得轻视 这个慢特别厉害 傲慢的话呢 一辈子学业事业 道业都无成 所以慢这个也是万恶的根源所在啊 这不可以长 那多说呢 尊重的话 尊重反而增加的了解 大家可以躺开心来谈话 所以 再来啊 少说伤害的话 伤害呢形成了对立 没完没了 多说啊 关怀啊 关心对方的话 关怀获得友谊 获得情谊 少说命令的话 命令只是接受 他那个接受 他那个接受还不见得是心理接受 好 所以应该是用心啊 来 带 部署的心啊 不能只是一个诠释 那种强压在对方身上 多说商量的话 因为啊 因为啊 兼听则明 即师广义啊 不容易判断错误 偏信则暗 只听信一两个人的话 很可能 这个会被禅言所害 监听则明明白 偏信则暗 这个是未曾呢 的很重要的一段教会 好 而且这个商量的过程呢 也能够啊凝聚 团队的共识 再来 少说批评的话 多说鼓励的话 批评啊 造成隔阂 鼓励呢 反而能激发一个人前任 我们在那个鼓励的言语啊 最根本的 坚信人之出信本上 坚信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乡 所以诸位朋友 我们谈的这个 如何经营啊 无怨无悔的人生啊 都不外乎啊 真正把 人与人的关系啊 处好 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处好 以致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 把它处好 这一辈子呢 我们无怨无悔于人 理得心安啊 敦伦敬奋 鲜血纯尘 实施查自己的不足 实施尽自己的本分 之后呢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那我们这一生呢 也能够啊 尽此一报生啊 同生极乐果 那诸位同修 我们这一句 每天念着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那会念得很欢喜哦 而且这一句真的念到心里面去了 有没有会看谁不顺眼啊 所以每天晚上念回相机 若有见闻者 喜已发菩提心 静止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那我们就 不会错失这个无量极乃 稀有难逢的机会了 我们这一生就无怨无悔了 好 这一节课呢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